現在這個網絡時代 把慾望給平行化展示了 這個社會還是給你自由選擇的權利 有的人一輩子 他就是大部分時間在工作 然後希望獲得一點 業餘時間的人生快樂 經濟價值決定你的行為 說好像現在很多青年討厭工作 他們不是討厭工作 他們是討厭上班 就是他説你比如說一個人 他可以用一天的時間 去做不同的自己想做的事 他也都是在工作 但他只是討厭被上班限定於一個槓裡 對吧 所以斜槓其實意味著 對自由的追求 對 而且也帶來了對於人生贏家 不同的標準 比如說現在可能財務自由 帶來的就是 你多少歲的時候實現了財務自由 那麼越早實現 可能越是所謂年輕人眼裡的人生贏家 而且背後也牽涉一個概念 不同的年代 慾望 慾望現在比較多 慾望不一定是壞的東西 我們一聽好像說你有慾望 很壞 不一定啊 現在我剛才不斷說網路世界 整個世界打開在你眼前 你當然就有慾望啊 要體驗這個體驗那個 所以才會想著說要自由 要什麼財務自由 假如你沒有那個慾望 我的慾望低到像我前父母親輩 我這輩 好了 只要那個大概能夠有錢 能夠真的是養老了 養老的背後就是我慾望沒有很多嘛 那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嘛 所以話說回來你可以不用賺的 那你要繼續工作 只不過你慾望太高了 你把慾望一控制了 你就有財務自由了 我那天學會了一個 慾望和理想有什麼不同呢 一定要就是必須達到結果的 一定要結果的是慾望 但是呢這個熱愛過程的 是理想 就是我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願意寫小說 我這個小說能不能得诺貝爾獎 或者能不能發行十萬冊 那個是慾望 但是呢我這個寫作不寫不行的 這種這種愛是理想 這可以叫 我就說我 所以說在一個一個斜槓里 是理想還是慾望 你覺得不同的人不同 我覺得可能現在這個網絡時代呀 把慾望給平行化展示了 就讓你覺得那個慾望 就在前面唾手可得 比如說這個網絡 他把這個購物的體驗改變了 原來可能大家是必須得到一個商店裡邊 我得到一個精品店裡 或者是一個比精品店更高級的商店裡 我才能看到那個價格高的衣服 那有可能走進去的過程中 我就猶豫和退縮了 那他就不是我救手可得的慾望 但是現在這個網絡化呢 把所有看起來非常高價碼 或者是高慾望值的東西 全都平行化的展示在這個世界上 有可能就是你微博或者是抖音 刷到的這麼一個身邊的 所謂的平常人所擁有的東西 那這時候你的心理就激起來了說 我旁邊這麼一個普通的人都能有 那為什麼我不能有 所以我就在想 會不會就是這種 所謂商品化的改革 還有科技化的變革 也讓慾望變成了年輕人的一個 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 就是說這個斜槓裡頭是慾望 有一部分是慾望 比如說這個斜槓 其實也可以是一個談資 就是我得讓自己看上去 是個有趣的人 看上去是個有趣的人 我才能交到有趣的朋友 我才能擁有一個可以被展示的 微信朋友圈 我的微信朋友圈 如果每天都是朝九晚五在那上班 拍著對面同樣的大樓 拍著同樣的食堂工作餐 那完全是一個 讓別人看起來是一個無趣的生活 我舉個跟互聯網行業不相干的 我親身有參與過去討論的 是什麼呢 保安 香港一直以來 到三年前都是說 保安只有所謂兩班 十二十二 然後後來政府有介入 勞工主有介入 就推動說不行了 這樣太不人道 太累怎麼樣 最後那要增加資源 變成三更 八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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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方面 然後就開會討論 你完全可以舉出一個說法說 我們需要 有好處 為什麼呢 它也研製成你的 因為我保安員 我坐得越久 十二個鐘頭 我對著那個住家那邊的人 越熟悉 我能夠掌握 而這個就是這個行業的需要 其實對住客是好的 所以就是這樣 可是你站回牢方的立場 就算補錢你也累啊 把人家的生活剝奪 所以是不可以的 所以假如你強調說 是行業的競爭 需要這個那個 那我覺得 其實資方是完全需要來 把資源放進去 包括那些老闆們說 人沒有爭議啊 就我們絕對不會強迫搞這個996的 對吧 這是違反這個勞動法的 可是 第八次全國總工會 對全國職工情況 狀況調查 發現那個普遍 這個現象較為普遍 這個20%多一點 就超過48小時 然後呢 這個這個 還有44%的這個調查呀 反映沒有拿到足額的這個加班費等等 你知道我覺得嘉惠他這裡邊 現代社會啊 我覺得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大家都很實在 老闆也很實在 與其讓你上班 不如讓你講技效 不都愛講技效嗎 對 可是要照我說 問題就在這個技效 比方說一個程序員啊 就技效工資月薪8000 那麼 但是你得給我完成這麼多活 你月薪拿到8000 可是你要完成 你完成這麼多活 你不996你就完不成 可是好 勞動局去了 說你為什麼讓他996 我沒讓他996啊 我我老闆說了 我一個禮拜 我每天工作5小時 我就把這活幹完了 你你怎麼衡量 我這項工作任務 他需要每天工作幾個小時 你怎麼來理定 我給他的這個工作任務 需不需要他超長的工作時間 能完成呢 或者他就笨呢 對吧 那這個人8小時完成了 他要15個小時 實在沒辦法去接定 然後如果你玩不成 人家可以換人呢 找個人願意幹呢 或者是他比你幹的 有效率高的 所以就說這種他天然的 他就會覺得 我要想把這個事情給幹好 我要保住這個飯碗 找工作多不容易啊 但人家就是 法國人就會玩了 他們就搞一個東西 叫失聯權嘛 對 就說我下班以後 我有權利 我跟我老闆是失去聯絡 你不要給我發 他不叫微信了 敢 對 就是他如果聯絡你 你可以告他 那可 那但是他不是以一種 就是強制性的法律規定 就你企業內部 還要找到一個解決方式 對 但是他說出來了 我有這個權利 我失聯 這個年輕人分成兩種 一種是清華北大 這種名校的年輕人 還有大部分是那種 二本三本是四本的 我覺得他們身上的那種 就是那種悲劇感 或者那種 這也怎麼解釋 他更 你說他他就認命嘛 那隔我我也不願意 但他不認命 的確那種上升的空間 機會 又很少 我們讀库有就是 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這種三本的 一個老師 他寫過很多他的學生 你看著真的 每個人都有那種掙扎 遠遠不是北大清華學生 能體會到的 他那個專題的名字 就叫非走不可的彎路 我想這非走不可的彎路 可能就包括這種 屢屢的跳槽 或者這種 一世在世 這種 對 我記得這個 這個六哥有個觀點 挺有意思的 就叫什麼呢 這個 叫什麼 沒有 有破產的公司 沒有倒閉的個人 這話怎麼解釋 呃 因為 就是 這是 比我們那個年代好的一點 就是這個 這年頭 無論如何 餓不死人了 嗯 對吧 無論如何也不會 這個社會還是給你 自由選擇的權利 所以我認為這是 現在這個 一個人 不管他可能 被七零雞湯 給弄得抗憤起來了 還是被成功學 弄得自己特委屈 覺得自己不應該 屬於這樣的命運 還是一個人 他專心致志的 相信了 一萬小時定律 他就真的積累五年 積累十年 都都可以 嗯 他怎麼著都能活 我說其實就是到哪個山 唱哪個歌啊 對 為什麼 就是 今天的就是 我覺得他 他他有些孩子 像你們說的 這個成功學啊 他是覺得我 看見那個誰了 哪個富二代了 嗯 哎 我就覺得 我怎麼不能像 憑什麼 我不能像他那樣呢 嗯 你知道 這樣我覺得人 你快樂不了的 一輩子怎麼可能 你說讓一個年輕人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就安平樂道 你現在的意思是 維持現狀 都沒安全感 那當然了 是嗎 連現狀都有可能會失去 有一個 有一個說法說 呃 大概是三年前吧 說當時 這個世界上 需求度最高的 前十名的工作 在十年前都沒有出現過 對 嗯 啊 也就是說接下來就是說什麼 我看他那句話說的 跟繞口令似的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是在未未來 還不知道要幹什麼的 這個工作培養學生 他們將未來將使用我們 現在還不知道用什麼的 技術去解決我們 還不知道是什麼的問題 嗯 這就是現在這個時代 每個人 你沒有那種熬年頭的 那種說法了 你熬著熬著 你什麼都幹不了了 你就是回收站了 原來那個桌別林那個電影 嗯 流水線上的公園 他只管擰這個螺絲 他只管擰這個螺絲 他不知道最後出來 他要知道最後我出來了一個東西 嗯 啊那是我的作品 嗯 我完成的 他有成就感 但對他來說就是一個 所以最後神經了嘛 桌別林走到大街上 看見女士胸口就倆扣 哼哼哼 一直就 對吧 這就是馬克思說的人的這個 异化 异化工具化 而且我現在覺得啊 這個社會分工啊 越來越細啊 嗯 就越容易出現一種問題 你像我有時候經常跟這個團隊裡的人 我也講這個 我說啊 就是在任何一個工種上的人 你有沒有考慮到最後的這個結果 他這種這個所謂拳擊管和這個工作意識啊 他分什麼工作 你比如我在日本碰到過一個事 我當時就怎麼想這事我想不太通 就是我們去一個地方去參觀 參觀完了以後 要通過一個非常長的長廊 長廊要拐一個腳 再達到另一個點 嗯 然後呢 他這個 日本這家這個這個 單位啊 他在這個雞腳這個地方 放了一個女的 嗯 這女的就負責 給所有經過通道的人 笑容滿面的 舉一個工 過去 哈哈哈 這這啥工作呀 笑機器 哈哈哈 人家就是一天到晚做這一個工作 這種工作是一個很乏味的 我甚至都比覺得比做擰個螺絲還乏味 這個後果 你比如說要叫我想啊 你們覺得這樣的是個好壞 就是說 工作對我來說不一定是快樂 那我是個覺得是個勞役 但是呢 我也不是遺產繼承人 我如果不做 對吧 我維持不了生活 所以呢 我要做 那我要做呢 我早年間老喜歡聽香港人說打工仔 我挺認同這個的 就甭給我講什麼理想 打工仔 我一樣比你幹活不含糊 因為我 實人之路 中人之事 對吧 拿了人的錢 對得起人家的收入 不說是你選擇了這個職業 活就得 幹到位 對吧 那麼我甚至為了做一個活 我無限投入 但是無限投入 我發現掙的太少了 或者說我身體不行了 你看前些年我的選擇就是我不幹了 我不幹了 我不能做 甚至有時候公司跟我說 你不需要這麼認真 誰讓你每個星期熬兩天夜的 但是我說哎 對不起 哥們靠這吃飯的 我要聽了你的話 有些時候是公司允許你粗制滥造 你知道嗎 哎 我說我要聽了你的話粗制滥造 我吃虧 長遠來說我這個飯碗 我吃虧 所以呢 我寧願不做 那你說像我這種怎麼樣呢 就是我 咱們講這個專業 就是你要對得起你的工作 對得起你的收入 然後你要覺得不行 那麼其實選擇很冷靜啊 不行就撤吧 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不就是一個生存選擇嗎 你這種狀態根本不屬於我理解的打工仔的狀態 因為在香港打工仔的意思 除了有個沒有太高的收入以外 其實也不是強調他的專業 剛相反 我教你一句粵語 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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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不知道 就薪水 人工 人工照資 收資嘛 收入嘛 這個叫做打工仔 那這種打工仔是我的偶像 這種就是打工仔 可是像你那種拍出來的影像 每一個要給他修訂PAS等等 那這種叫專業 你追求你的專業 我覺得也甚至不僅是那個說 什麼長遠來說對你好 是你自己不甘心啊 我不把那一句話突然想起要重新改 所以是專業不是打工仔 那老闆多想要這樣的員工 就是我完全能夠理解甚至認同 就是工作就是苦意 那麼有的人一輩子 他就是大部分時間在工作 然後呢希望獲得一點 業餘時間的人生快樂 這是很多人的生活選擇 熱愛的事太奢侈了 就是這種工作形式現在越來越少了 其實現在整個經濟的狀態都在變化 你剛說僱傭軍也給你完命 我現在我後來想了一想 你如果說的是像在瑞士那種 那個僱傭軍他完命 是因為那時候他們太窮了 他能去沙場上 就是爸爸能跟兒子打 就是各為其主 但是因為那時候太窮了 他沒有選擇的時候可以 但今天其實好多是我在想 如果就一個年輕人他大學畢業 或者是他放棄了買房子這件事的話 他其實挺容易活下來的 就像日本低欲 對就是這個事情 就是這個事情 我沒那麼高的欲望行不行 最近他一說這個我想起來 我最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要不說可能上歲數了 我覺得我以後不努力掙錢了 就是說差不多就行了 因為我看 比如說我的有些個已經發財了的朋友 他們已經從競爭老闆們競爭的戰場上退下來了 喝喝茶 焚焚香 對吧 那麼他們說的就是說 我覺得人應該知足了 我已經很多錢了 當然我也不能完全說無欲了 對吧 我現在要是能夠再有一個幾百平米的一個工作室 放我的收藏 那我就沒有別的需求了 哎 我聽到這個 後來我想我自己 我說哎呀 我也覺得我應該知足了 但是我要是能夠再有個這個30平米的儲物室 可以放一些我的雜物 就沒別的要求了 後來我就在那邊下想 我就發現了一個騙局 就是說不管你掙到什麼程度上的人 當然咱說貧困線以下 聯合國公認貧困線以下的 那就為了生存而掙扎 這個沒得說啊 但是往往滿足一些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呢 其實你發現沒有 你的焦慮 你的慾望 給你帶來的心理感受啊 差不多 那麼我就覺得哎 那我何必要掙到他那麼多錢呢 不外乎就是他要個幾百平米 我要個幾十平米嘛 那反正到時候我也會有所不滿 今天也會有所不滿 你們這個 但是就這麼著 停住了 就停住了嘛 不也可以嗎 這個人吧 有的時候也是故意的 從自己的立場上去想 其實你要站到對方立場上想 誰說的你都能理解 你比方說啊 我認識的有些朋友就是發了財嘛 那他兒子就是這個富二代嘛 我就覺得你知道 至今很多成功人士 他們有一種價值觀 勞動 勞動者是美麗的 是吧 工作才是人生的價值 不奮鬥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可是我更願意想起一個西方哲學家講的話 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就是說你有沒有想過 我到底準備怎麼過我這一輩子 你知道 比如說 那我有朋友他奮鬥成功了 他過很好生活 而且跟他兒子還挺先進的 他兒子在倫敦 我就跟他兒子 我跟他兒子聊天啊 我說你兒子是個當學者的材料 是個知識分子 對吧 他就發愁 因為他跟他兒子有協定就是說老豆就不要吃老豆的 但是他在一邊擔心 他說這將來就在英國大學當教授 我打聽了教授可沒多少錢啊 他說 我說教授算可以了 他說他能過上我這樣的生活嗎 對吧 他就擔心啊 但是你架不住他兒子 喜歡這樣 他兒子願意在學校裡一輩子做個教授 就不像他老豆那麼有錢 那你說這是怎麼說呢 我怎麼聽到很多有錢人都說 希望他們的小孩將來什麼也不幹 就是玩 真的有的啊 就是連學校都不去 說我的夢想就是你將來都別像我這樣活了 就玩 對 然後就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不光這個問題在中國 你像那個Elon Musk不是要上火星的 他不是也說嗎 他說沒有人可以每一周工作40小時就能改變世界 可是 為什麼改變世界就是一個正義的事情 嘿嘿咱們倆真是有同感 我真的真的 他一說出來就是你覺得 這種野心就是正義 就說我這個就是對的 可是有很多人如果他不想改變世界 他還想回到田園木哥怎麼辦 我想說的 或者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說啊 我在網上看了很多年輕人的 對吧 我覺得真是有的時候說 像這個馬斯克啊 他要改變世界 你知道有的老闆 我覺得是真的 要不說我總想跟他們學怎麼掙錢 最後他們告訴我的是 你要奔著錢去你就掙不到大錢 我們都是情懷 最後錢自然就來了 沒這事 我一直在學習 沒這事 他有些這個成功人士啊 我特別能理解 好比說富一代 對吧 你說這個人 這個發財了 對吧 絕對有憑運氣的 但是呢老實講 我活這麼大歲數沒見過一個 我見過的每一個發了財的 都能給你講出一本血淚史啊 不是他是比你走運 還比你勤奮 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他有過人的財富 他必有過人的代價 那麼你想像這樣的一個父親 一個富一代 當他見到他的孩子說 哎我不想加班 我不想努力奮鬥 那麼你 他能有什麼別的想法嗎 他肯定 他人都是自己親身經歷的產物啊 你要想像我這樣成功 孩子怎麼可能不付出血的代價呢 對吧 他就這樣說 那麼 可是這就像有些父親 很難理解這個孩子 說你怎麼學藝術 是吧 那玩兒將來能當飯吃嗎 對吧 那裡面可能問他有個性別問題 因為你剛舉例說父親 我也經常會反省 我就是那種父親 我一聽到我女兒說找工作 我就皺起眉頭了 因為我覺得 覺得太辛苦了 每天要工作這麼長時間這樣 不值得 那生命就應該要來享受 所謂享受不一定適合玩樂看韓劇 他從事到文學的創作藝術的心想 那可是我就會問自己 假如今天那個不是女兒呢 是兒子 嗯 我就會說你這個宅男沒出事 趕快給我進入工作 我賺點錢給我賺 你不要想著拿我的錢 我告訴你 我一定要來買法拉利 不會留給你的 然後呢 要這樣來 那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要說 我的人生理想是做個流浪漢 就像前一陣子 網上圍觀的那個什麼 一個國學的 那是也想去去買房子了嗎 說 紅了以後說要買房子了嗎 是回憶關注我 對 那假如是這樣 我當然就是會生氣嘛 我剛說假如是女兒 我就好像覺得無所謂了 你就享受人生 那可是話說回來 不管是男女 那我覺得就算那些成功者的語言 我們覺得有時候不公道 不完整不真實也好 可是對於你做的事情有熱情 那是當然最重要 像我自己也是嘛 我們年輕的時候很容易聽完一句話 就在大牢裡面揮之不去 我徐來歲聽了一句話 坦白講 真的影響我走一條路 是什麼路呢 那句話就是 基本上從讀者文章來看 我們那年代路看讀者文章 名言 那句話是說 我這輩子要做的事情 我要做一隻羊 吃草啊 在草原吃草 是羊的生活 也是羊的工作 也是羊的喜好 熱情 我就聽進去了 看完看進去了 我就想我以後 一輩子就是這樣 我受不了 我沒辦法容許自己 好 我今天九 九九晚六 是這個 為了賺錢而活的 六點之後 我就 才做我自己喜歡的 我沒辦法容許自己 過這種生活 所以基本上 我還是選擇寫作 研究 教學 每一個都是我喜歡 當然也有陰暗面 後悔 你要經常在家裡 寫作什麼什麼 沒有理由跑出去 那要整天在家裡 你就是浪矛盾 羊的命運 就是要被人 拿鞭子 這個作家和藝術家說的工作呀 跟普通打工仔說的工作 那完全不一樣了 那當然 你比如說我說 您喜歡畫畫嗎 行好 喜歡畫畫 每天畫一百幅 從早上八點 畫到下班六點 朝九晚五 每天出一百幅 這您還能說 這工作是我熱愛的生活嗎 它不一樣了 它是一種在被 怎麼說 如果給錢多 超過我的預估 我就畫了 就這事 現在很多畫家就這樣 原來我認識的畫家 平時一年懶得 畫不了幾張畫 後來畫值錢了 據說春節都加班 不是說還有的畫家 一排十張 叉叉叉叉叉 再從頭叉叉叉叉叉 一切十張 對 所以他這個 就是還是經濟價值 決定你的行為 你這麼說 我就完全理解了 我跟你說 甭管什麼人 他要住在北京郊區 每天兩個鐘頭 擠車擠地鐵擠 就上了班 被老闆斥罵一頓 然後這工作 沒什麼成就感 晚上還得兩小時 才能回到家 我覺得真是 沒什麼生活了 真的 換誰也不行 那現在 你又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說因為現在 這種住房問題 過去都沒有這個問題 對 買房又遙遙無期 過去很少有人 穿承而去上下班 很少 我過去上班 算遠的路 就騎自行車 大概四十到五十分鐘吧 那就算非常遠的了 現在哪就坐得很遠 我們也那也有 就是上班要走兩個小時 甚至更多 所以說啊 我就想來想去 我覺得這個 還是用這個阿誠老師 一句話 來這個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什麼呢 很多這個阿誠老師 很多人生活上 遇到什麼麻煩 遇到什麼困難 就愛去請教請教他 怎麼辦 結果呢 聽說他經常千篇一律 聽你陳述完了之後 仨字 要堅強 對吧 矛盾是永遠存在的 但是呢 我們要活下去 要堅強 要堅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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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